在娱乐圈,许多大明星都会计划将财产留给自己的儿女 说到把家产都留给后代的明星 让人不得不想到有着综艺大哥大称号的张飞 身家10亿新台币的他也曾说过会把家产都留给子女 今天就给大家聊一聊台湾综艺之王张飞的传奇故事 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 不睡严苛,老百姓的生活都过得异常辛苦 虽然张飞的父亲张武希在报社担任编辑 有一份证金工作,但工资仍显微薄 而张飞的家里除了有比他小五岁的弟弟费雨清外 还有个比他大九个多月的姐姐张燕穷 这对于张飞的父母来说 负担三个孩子的养育 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因为经济上的窘迫 张飞的父母经常发生争执 矛盾愈演愈烈 最终在张飞还是童年的时候 父母便离异了 姐弟三人均由父亲抚养长大 那段时间,父亲张武希为了生计 一边在报社工作,还要兼职打点零工 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尽管家境穷苦 张爸爸仍希望孩子接受教育 为了给子女筹集学费 他不惜变卖家产 后来,张飞他们长大后 张爸爸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岁月 曾感慨地说道 我的青春,人生最精华的部分 都统统用来为你们筹集学费了 作为父亲,张武希十分重视 三个孩子的学业 如果他们中间美门功课 谁不及格 就会被竹扫把挨舞下狠狠地打 此外,作为报社编辑的张武希 文化修养颇高 经常会把中国历代著名的文史典籍翻译成白话 讲给孩子们听 可以说,张飞日后能成为台湾主持界的大咖 飞玉清、飞真灵的多才多艺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父亲张武希的教育和引导 在充满文艺气息的家庭环境中 除了文学的熏陶外 张飞和姐姐、弟弟从小就对音乐拥有浓厚的兴趣 那时候,台湾当地的流行电台 充斥着由西洋气乐演奏的美式乡村民谣 中学时期的张飞 由于经常收听美式音乐电台 被深情款款的西洋乐吸引得无法自拔 18岁后,张飞入伍 加入军乐团 获得了更多与西方管弦乐器接触的机会 她的心中萌发了当一名演唱西洋歌手的想法 带着当一名歌手的愿望 张飞退伍后 她不仅进入西餐厅成为一名助唱的美式民谣歌手 还吹着一首很好的萨克斯 然而,由于自身的形象条件太差 张飞始终受不到各大电视台的青睐 只能在当时的歌舞厅混迹 哪怕当时台湾红极一时 在有着东方维纳斯之称的姐姐费真灵的吉利引荐下 也屡屡在夜内吃到闭门羹 得不到出头的机会 而70年代的台湾 尚处在一种政治高压 经济萧条的时代 非主流的歌厅 露天表演 成为了人们日常情绪宣泄的主要场所 形成了一种秀场文化 虽然这些地方算不上大雅之堂 但其中的红人各处走场 腰包也是装得鼓鼓的 为了维持生存 张飞只好在歌舞厅、夜总会等秀场